娱乐学是个神奇的地方,有些大牌明星月收入,能抵得上平常人一辈子挣的钱,这的确非常让人羡慕,可现在光彩照人,的他们,也是一步一步的走出来的。 比如曾参演加油儿女的羊子张艺莎,他们起点很高的,宋丹丹曾直言羊子不够漂亮,不适合眼女一号,可羊子凭借着自己不懈的努力,忍辱负重,终于成为了知名的演员。 张艺莎在加油儿女后好几年都是小生秘迹的,后来真的是完全凭借同年纪几乎无人能及的演技,完成秘习,未来可期,相对来说,管晓彤还是比较幸运的,他从小都有不错的资源,更加的受人推崇,娱乐圈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不易。 B48人成员张汉小,年仅22岁,一方面在娱乐圈承受了他这个年纪不该承受的巨大压力,另一方面,家人和老师的教育,也没能让他乐观面对生活。 他在微博病时发出,感觉自己越来越不像一个人,感觉自己毫无价值的遗书,在这个时间点左右,选择了负药自杀。 有人说他的美不舒养子观笑头,可是在心态上,要落后一大劫呢? 网友分析他可能面对巨大的压力,心里产生了抑郁,后面跟他家人确认,已起被脱离危险。 每个人都是不容易的,要坚信风雨之后终现彩虹,也有七情六欲,欢乐舒服只是一种情绪,人不应该永远追求和体会欢乐舒服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